小慧今天还真有点反常 我没说错吧 说不定啊 在谈恋爱了 她这个年龄跟建红差不多吧 找个对象那也是正常的 你看着吧 说不定她比我们建红啊 还好找呢 我们建红三十多了吧 要找比她小的她不满意 找比她大很多的呢 她也看不上 我看建红啊 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 严格来说 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 你看除去这个家境贫寒的 长得难看的 人长得不高的 还在除掉你那学历不高的呀 你说说 她能看得上几个呀 说建红这孩子 真是啊 她心里怎么想也不跟我们说呀 我看建红呢 真是挺困难的 说不定啊 还不如满小慧呢 你看她一个保姆 要求也不高 肯定挺好找的 小慧啊 雷阿姨 衣服洗好了 现在准备晚饭吗 待会儿吧 小慧 我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意思 你压抑没别的意思 她是关心你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 谢谢 可 这应该 算我的私事吧 我能 我知道知道 是你的私事 还是你的私事 你怎么搞得像 电影明星似的 好了 不问你了 雅阿姨跟你开个玩笑 别往心里去 建红 是不是有对象了 你也关心她呀 我上楼打扫 哎 哎 啊 这应该怎么做 等等 我做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你要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的 我也是通行达理的人 没事没事我没事 没事就好 给你收拾好了 马晓慧 你今天怎么了你 你哭什么呀 我欺负你了吗 虐待你了吗 没有你哭什么呀 可真是的平白无辜 你摔了那么多晚 我说你了吗 对不起 我会赔的 你别哭了还赔呢 赶紧收拾吧 是你们啊 阿秀 你们单位工会领导来看你了 来往里边去 杨老师 老王你来了 怎么样 大姐你也来了 观点好些了吧 好多了 快请坐 真是没想到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是吗 过几天你就要过生日了 我们几个提前来给你助助寿 这段时间工会工作比较忙 所以是我们就提前来了 来之前也没和你们打个招呼 没什么不方便吧 没有没有 怎么会不方便呢 你们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我真是要好好接待你们 我们这是要给你个惊喜 小辉啊 赶快泡个茶过来 感谢领导 感谢党 小辉啊 也别客气 还泡茶 这样杨老师 我们也没什么给你带的 给你买个果蓝 表示我们工会一点心意 谢谢 毕竟杨老师和我们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 都是有感情的 你看 你们还记得我的生日 真是太感人了 是啊 小辉啊 喝我茶了呀 来了 长这么大了 你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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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辉 小辉 你怎么了 你今天啊 你魂没了 你说说 你说说 你今天打破多少东西了啊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我对你还不好吗 马小辉 你诚心气我是不是啊 碗多钱一个 茶壶多钱一个 你赔得起吗你 哎呦 阿秀 哎杨老师 你真是的 杨老师 你诚心使我难堪是不是啊 哎杨老师啊 算了算了算了 您就别生气了 不就是一个茶壶吗 您别气坏了身子啊 阿秀啊 算了 小辉 又不是故意的吗 啊 你还不快点收拾啊 对不起 是我不好 马小辉 我告诉你啊 做保姆的 该问的 不该问的 自己心里可要有数 老小辉 你给我走 我不用你了 你给我走 对不起 我 我不是诚心的 对不起阿姨 小辉 你看看今天家里来一大堆客人 你都这 你得给我们点面子嘛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呢 我 人有点不太舒服 你人不舒服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不舒服 你早点说 可以请假的 你现在说啊 晚了迟了啊 你给我走 对不起啊 阿姨 真的对不起 我们单位的人今天来看我 给我过生日 我是要面子的人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张面子吗 你是诚心气我 是不是啊 你是诚心害我 我不是 对不起阿姨 真的对不起 妈小辉 你赶紧走吧 我们家又不起你 我还在背会儿说你好话呢 我 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你自信里清楚 对不起你 我错了 你也太绝情了你 我错了 给 赶紧走吧 对不起